大家好,我是阿姨在越南 香草今天给我发了短信 说她摆地餐一切准备就绪 位置已经找好了 今天准备出台 今天我正好腾出来一点时间 看看香草的地摊生意做得怎么样 在我们去见香草之前 喊起我们的口号 手里拿着亿万越南盾 越南到处混 见到美女咱就问 记住我的名字叫阿姨 走 兄弟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香草 给我们的这个位置了 这就是她的摊位 感觉挺忙的样子 生意还不错 这么多人排队呢 但是她这个地理位置确实挺不错的 看到没有 对面就是一个大广场 可以说很多人 晚上的时候呢 是人山人海 年轻人居多一点 我们先不要打扰她 她看来是很忙 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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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这么长的队 呀哈 开心的不得了 都笑着花了 嘴巴合不拢了都 生意好啊 先不要打扰她 先让她忙完吧 看来我这一千五百万 投资在她身上是可以的啊 就对吧 哎我们能不能采访下的 他们买这个果茶的这些人 能采访下的吗 能采访下吗 嗯 那我们过来采访下了 呀 好 刚才这么多人在排队买东西 你怎么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在这排队呢 值得吗 花这么长时间买东西 呀 哪里漂亮了哪里可爱了一点一点不漂亮一点都不可爱 我怎么比我感觉她很漂亮呢 啊 啊 很漂亮很漂亮吗 啊 小 认识你很开心 很高兴 你还会说一点中文啊 还会说一点这个汉字 你会说中文 啊 你会说中文 顾的顾的 顾的 突然间就没人了 这还给谁做呢 这么忙啊 笑 开心死了都 还有客人啊 等会儿都忙完了 都忙完了 看这边有好多人啊 生意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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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我还挺担心她的 我害怕的一个小女孩想做生意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呢 这是刚刚开始啊 都有生意 我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 还是比较有经商头脑的 是不是 这边呢 我看卖果茶的也特别多 是不是 附近呢 好多卖果茶的 但是她这里生意还是可以的 她的生意很好 她生意很好 那说那话 那香草长得那么漂亮 长得漂亮 我跟你说就是资本 如果这满街全都是卖果茶的 我也来这买呀 谁不来这买呀 对吧 兄弟们啊 然后呢 有来这个越南胡志明 旅行的 如果说在广场附近的 咱们可以来支持支持香草生意啊 嗨 嗨 忙完了吗 今天生意还不错 生意还不错 生意好就行 开心吗 生意好开心吗 他说客人多啊 时间过去很快啊 客人多 时间过去很快 附近很多这个和你同行呢 我看也没打生意 就你的生意比较多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长得漂亮 因为长得漂亮 坐这凉 OK 你现在忙完了吗 如果要是没忙完的话你就先忙你的不用管我的 那我来了你都不给我做杯水喝呀 我还想尝尝你的手艺呢 我还想尝尝 他忘记等他 来过来看看他咋做的啊 看看他手艺怎么样就怎么啊 你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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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假食啊 你还会说奶茶呀 你这里面卖奶茶吗 他这里面也卖奶茶呀 他这里面也卖奶茶呀 他这里面也卖奶茶 睡得了这嘴巴我从我刚过来的时候看到你到现在 你都没有合照过 今天笑得像花一样 你很开心吧 的 的 我的 我的 我 的 好 我 你 借 我 我 那 你 我 我 你 你是 你 是我 你 你 我不需要你还 我需要你签我一辈子的 我这一千五百万很大的 我不需要你还 我需要你签我签我一辈子 OK吗 还要考虑 要不然我们开个连锁吧 有这家店了 我们再开个十家八家的 每家店给你投资一千五百万 那你就是整个越南小货别了 我现在都要去买一辈子 准备行 每个都要去买一辈子 然后呢 以后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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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只有一天他已经卖不得了了 怎么应该一年说怎么管 你得需要有精商头脑吗 你可以雇用很多人吗 对吗 在不同的区域 开不同的店 然后呢 你注册一个商标 成为你的品牌叫什么 香炒奶茶 别锁店 你不需要买一辈子 你不需要买一辈子 要有追求 要有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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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需要买一辈子 就是他说 那时候他很有 变成是很有钱了 你别这么看着我啊 你这么看着我害怕啊 有点惊人了 我的小心脑不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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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很 你老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哎呀 这微笑 这家伙 今天呢 这个视频呢 就录制到这里了 一切都是很顺利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对吗 可以说呢 看到他开心的样子 我也开心 我相信呢 很多粉丝也会很开心的 这是他人生 刚起步的第一个阶段 希望他的人生越来越好 在我的生活当中 遇到很多独生子女们 最依赖父母 吃的 穿的 用的 都需要父母准备 我们只是习惯于 一来伸手 饭来脏口的日子 残酷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 父母并不能陪伴我们一生 面对离我们而去的父母 为我们营造的安逸环境 也随之消失 到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香草改变了我的认知 她是唯多少数的 一种独立性女孩 她跟我讲了很多 关于她的经历 还有人生 我真的很敬佩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